Hello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拍视频的自媒体收益啊 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诧异我 说我拍视频一个月可以月入五万 十万 十五万 今天呢就不用你们猜了 我自己去揭开这个谜底 让你们看一下我拍视频 每一天 然后一个月到底能挣多少钱 因为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晚上没有办法出去摆摊了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给你们录这一期视频 拍自媒体收益视频呢 算下来我也拍了有五六期了 不过最近又涨了很多新粉丝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 我每一次做生意呢 都是以失败告终 都是倒闭 不知道我哪来的那么多钱 然后去搞这个创业 搞那个创业 到最后还是倒闭 很多人就想不明白 总以为我家庭家底很丰厚 其实你们都猜错了 我的家庭呢 条件一般 然后呢 家底也不丰厚 四年前我还是一个底保护来的 这个装修还是前年装的修 当然我拍创业的视频 也不完全是为了去拍这个短视频 更多的是因为我想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因为我知道这个互联网平台呢 迟早会不属于我们 所以的话我们男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趁着我还有这一个短视频平台支撑着我 所以我勇敢敢于去创业 车子跟房子都是通过我自己去承受网络上的压力 一点一点的去挣回来的 说实话 如果我是承受不住这一份压力的话 早在三年前 我就已经把这个视频给放弃掉了 放弃掉的话可能你们都看不见我了 这时候可能在某一家工厂里面打着螺丝 废话不多说 步入正题 我想今天这一期视频 就是我们做主播最忌讳的一期视频了 因为很多主播怕曝光自己的收入之后呢 然后粉丝观众们就不再愿意看我们的视频 因为他知道看了我们的视频会有收入 也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 有可能这一期视频呢 发出去没多久就会被和谐掉 从昨天的视频开始 然后我就给大家连续看我一周内的视频 这个就是我昨天发布的一个视频 然后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呢 昨天发布的播放量是61,000 但是呢 收益还没有更新 然后我们再看前天的一个视频了 这个是前天的一个视频 看一下详细数据 前天的视频是22,605播放 然后创作收益是6,260.6 然后再看一下 大前天的 这个是比较低的啊 看一下38,000的播放 239.7 再看一下下一个 这个是4,000天的 然后6,600,000的播放 420块钱的收益 粉丝播放 22,000 然后粉丝展现是 8,200,000 点击是7%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播放就比较高一点 6,100,000 收益是485 再看一个6天前的 点进去 这个 41,000的播放 收益是353 7天前的 这个就是我近期有史最高的一个视频 17,000的播放 收益是746 一个视频就挣了700块钱 这一个星期 最真实的后台数据 已经展示给大家了 这不是图片 也不是截图 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感想呢 有什么想对小江说的呢